我記得我在之前的一部YouTube影片裡面有教大家如何去拍車 不過我想了想 我的粉絲很多都是高中生或者是大學生 對於學生族群呢 可能沒有那個經濟能力去附帶一台車子 於是呢 我就想說 那我乾脆來教你們怎麼拍摩托車好了 Here we go 所以在這部影片裡面我就會教你們三個技巧 來把你的摩托車拍得好看又帥又好看 我們首先來到第一個就是從45度的角度進行拍攝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拍車的時候都會可能就是拍正面 拍側面拍背面 然後你卻沒有想到如何去從45度角的方向去拍 OK我們通常在拍攝這種車的時候呢 大家都習慣從正面或者是可能正側面之類 但是呢 其實從45度角的時候是可以最拍到一台車 它的整個車的車頭 加它的車身背後的這種延伸線的感覺 OK那我今天拍攝的這台呢 是SYN的KRN 好像車友都會戲稱它叫麒麟 因為它首次龍行筆錄 竹魯馬 尾臥牛尾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剛剛在講什麼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個 也就是專注在細節 我發現很多人有時候在拍攝 比如說人像啊 物體 車等等的 東西的時候呢 都習慣從一些大的方向 就是那種比較廣角的畫面去拍 這樣子沒有不好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用一些比較那種細微的角度 一些拍攝在一些細節上面 觀眾更容易被你帶入當下的一個環境 然後你也可以透過這些更細微的地方呢 去讓觀眾拼湊出整個物體的全貌 它這個呢是屬於重車級的倒立式前叉 有點像那種擋車外露的那種骨架設計有沒有 我自己是非常喜歡它這個 從前面下來的這個地方 所以呢我應該會 著重在它這個地方跟它的頭燈 它頭燈的設計我也蠻喜歡的 是一個類似那種LED的圓圓燈 很像一台擋車 它的前面頭這裡看似很像一台擋車的 以及它這邊的這種多用途鎖點 這種外露的設計 它就是讓你想要裝什麼都可以裝什麼 就是可玩性非常高的一台車 它的輪胎呢是MAXIS的巧克力胎 它是適用於那種全地形的 我昨天的時候騎了這台KRM 跑去那個太平136那邊 然後它那裡有一些那種草地沙泥地 然後我就騎了這台在下面玩 然後發現其實整個操控性啊 整個那種輪胎的適應性非常的不錯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三個 也就是與車互動 很多人在拍照的時候 就是很習慣就是 可能跟你的車 你的摩托車拍照的時候呢 就是把車停在那裡 然後手機或相機按個幾張 然後就結束了 但其實你有沒有想過 當你加入一個主體 就是比如說你自己 或者是一個主角的時候呢 這時候你的整個畫面 會更具有一種動感以及互動性 我教你們 你可以試著在你的腦海裡面 把你整個騎車的過程 整個具象化 比如說你拿的鑰匙 走到車旁邊 插入鑰匙 坐在上面準備發動 就是你把整個流程 在你的腦袋裡面演練一下 然後如果你只有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呢 你可以就是把 你的手機或相機架一個腳架 然後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可能你可以透過一些 什麼遠程的控制 然後你就可以按一下快門 就拍出一種比較有 互動感的感覺 OK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呢 讓我來聊聊 SYLEN的KRN這台車 那麼這款車呢 配備了 零延遲的啟動系統 零噪音零污染的怠速系統 以及零後氧懸吊系統2.0 我自己是最喜歡它的怠速系統 比如說你看喔 我現在其實 其實我現在車是已經發動的 因為我把它這裡的 這個怠速系統給打開了 所以這時候我只需要稍微輕輕的 有沒有 輕輕的轉一下握把 它就會整個啟動 因為它這邊有顯示一個A 這個就是引擎怠速系統 它只要閃三次之後呢 你的車就會進入怠速模式 但你只要稍微一吹它就會 你看它就熄火了 這樣讓你在等那種很長時間的紅燈的時候呢 不會就是一直發動著 然後很吵 然後又會整個污染環境 非常的不好 那麼我來稍微講講我的騎乘心得 這台車總的來說呢 我覺得是一台非常適合玩樂 非常適合去那種跑山的車 再加上它這邊的腳的 腳踏墊這邊的置物空間非常的大 所以基本上我自己上次出去拍照的時候 我也是直接騎著這台車 然後背著一個攝影包就把它放在那個地方 就非常的夠用 空間非常的大 然後呢我又去了 我以前很常去的136線道 去稍微跑一下 我就覺得這台車 它的整個傾角以及操控性是十分的好 因為我前一台車是 也是山陽的那個Jet Power 就它在過彎的時候 相對沒有像這台車來了這麼的舒適 然後加上呢 我非常喜歡它車頭前面這裡 倒叉的地方 它給我一種在那種騎檔車的感覺 非常棒 Alright 總之呢 我覺得這台車非常適合一些 類似這種大學生 或者是一些喜歡週末騎著車出去跑跑山的人 那種休閒RV的感覺 Alright 以上呢就是三個計較 教你如何拍你的機車 希望各位都有從影片裡面學到一些東西 我們下次見